三娇娘娘 除了教主原始天尊 恐怕无人可以三娇娘娘一战 事实上即使原始天尊 也未必能打败三娇娘娘 十二金仙被困后 原始天尊决定亲自破阵 可是他进入九曲黄河阵后 却并没有出手 只是逛了一圈 然后出阵 燃灯到人不解 问老师进去后 为什么不破阵 原始天尊的回答令人费解 他说破阵是大事 我应该先请示一下大师兄老子 破九曲黄河阵 与老子有何关系 三娇娘娘又不是老子的徒弟 即使要知会一生 难道不应该知会 三娇娘娘的师父通天教主 原始天尊请示老子后 其所作所为更是令人费解 按说请示完老子后 原始天尊就应该马上离开 回到九曲黄河阵破阵 可是他并没有走 期间老子还劝他马上破阵 说你就独自破了那阵吧 又何必请示我 可即便如此 原始天尊还是没有回到阵中 直到老子同意与他一同破阵 原始天尊这一系列迷惑操作 让人不得不怀疑 他根本无力独自破阵 所谓的请示老子 其实是向老子求助 三娇娘娘虽然法力高强 但如何是两大圣人的对手 在老子的帮助下 原始天尊破了九曲黄河阵 九初十二惊心 封神之斩又回到正轨 而三娇娘娘 则在两大圣人的强势触击下 应急而死 封神之斩结束后 江子雅主治封神 三娇娘娘皆被奉为仙姑 说到这里 有人想必很好奇 九曲黄河阵之斩 十二惊心被打败后 如果三娇娘娘成绩杀了他们 封神之斩会受到怎样的影响 三娇娘娘最终的结局又会如何 有人认为 封神之斩并不会受到影响 因为原始天尊会救火十二惊心 但三娇娘娘的结局肯定很凄惨 不仅会战死 还会失去殷结的资格 其实 如果三娇娘娘杀了十二惊仙 十二惊仙未必会被原始天尊救火 而三娇娘娘也未必会失去殷结的资格 封神之斩的目的是什么 正是为浩天上帝招募人才 既然如此 浩天上帝肯定希望更多法力高强的修仙者殷结 因为殷结的修仙者越强大 天庭集团招募到的人才也就越优质 而十二惊仙无不法力高强 所以 如果他们被三娇娘娘杀死 浩天上帝肯定希望他们沦为殷结封神之人 而不希望原始天尊将其复活 在封神世界中 浩天上帝虽然身举简出 但依然成为三界之主 连红军老祖也要敬畏三分 一旦浩天上帝发话 原始天尊敢冒着违抗三界之主君子的风险 强行复活十二惊仙吗 同理 三娇娘娘应结后 浩天上帝自然也希望他们成为天庭集团一员 所以 三娇娘娘也很可能不会失去封神的资格 有人想必会说 如果三娇娘娘杀了十二惊仙 风神之战还能顺利进行吗 如果不能 即使浩天上帝在希望十二惊仙应结 也不得不允许原始天尊复活十二惊仙 毕竟 如果风神之战失败 应结者再多又有何意义 其实 即使十二惊仙应结 风神之战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毕竟 风神之战中 大战指望不上十二惊仙 如九曲黄河镇之战 竹仙镇之战 万仙镇之战 都是原始天尊亲手解决而想战 结教三代弟子可以摆平 当然如果没有十二惊仙 风神之战的胜利时间会推迟 毕竟他们法力高强 作战效率比三代弟子高很多 所以十二惊仙在风神之战的重要性也是很大的 这想必正是九曲黄河镇之战 原始天尊力保十二惊仙的原因之一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